接盘起讲解是2014年的碧果圆碑 本局是起油点波徐云川对战徐天红这战 双方是中炮对战骑马 红方跳马黑方出局 到这形成屏风马这些 红方选择是正马 黑方就飞左向 避开了炮打住的先手 此时的话太准备压马 所以黑方就把鞠封住了 红方趁着对方中路空虚杀进去 黑方也只能吃 打一枪之后呢 鼓势 下一步他要鞠一平四吃双 所以红方就先行打过来 那黑方仍然是要出局 红方这时候先把鞠架过去来说 因为你这里吃马的话 他可以堪 接下来黑方进边族 是不给红方抢足 现在残局多兵 这里红方退一步 表面是打马 其实他是为了走炮物拳而牵制对方 所以呢黑方他不能吃 他选择是踩进来 抓着鞠你顾不上呀 红方就出来吃炮 黑方呢就鞠八平牛 形成担子炮 那红方暂时吃不到 他决定走一个甩炮 打马 黑方可以考虑就是呀 掌局吃炮 比较说可以出老家 走这个鞋之前呢 需要走一个出三经济过门 让对方飞个像 因为你直接吃 他打掉你先手呀 将来可能会破像 而你先过个足 他飞一下你再吃 他想打就得拱 所以他必须得先向掉之后再打 那他需要两步起 那这样的话 有足够时间吃完之后 飞向调整 那鞠也看着中路了 实际的话 他没有这么走 而是直接推这个去抓 这样的话就上当了 红方的话 他有一个鞠二平五 对不起凶狠 黑方在掌局去抓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首先这个鞋你不能够看相 否则炮丢了 你只能够是抢炮了 那么因为你走慢了一步啊 老将顾不上出 现在红方完全可以鞠砍中相 但实际的话 他没走到这步棋 可以演示一下 这步棋有多厉害 一旦一杀进去啊 对方将崩溃 虽然说出老将可以呢 有一个反偷袭 但是红方呢 这个鞠强行吃炮 不怕你 点江上来 再点江下来 看似好像下一步绝杀 红方这个棋可以精妙的接杀还杀 这个棋他选择穿江 上来之后穿江 正常的话 只是在穿江 把你引开 这样的话再退一将 这个顿挫去看你上还下 如果上的话 那退一将 落实的话再来一将 不给你出老将逃跑机会 你这边就没法阻杀 然后吃掉你啊 这边将会是双鞠所杀你 黑方还得对鞠才行 不然的话这边叫而杀这麻又丢了 所以这个棋确实憋屈啊 等待他就输起 刚才说到这个棋啊 他可以上啊 如果他下去呢 这个棋啊 也是不行 打掉之后 你还不能出 得先飞向 因为你出去的话 他打你一将啊 有这么一个点将啊 刚好可以呢 这个炮过来挡住你 陈亚军你还不敢吃炮啊 所以这个棋啊 确实憋屈 等你走这个的话 他过冰 因为下边你要打鞠 他可以退炮啊 你不打的话 人家就长鞠过来杀你了 你一打他始终是退回 将来把你鞠鞠割断啊 这个甩鞠杀着你 你不是错鞠 不不是炮有趣的 所以这个棋确实是尴尬 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呀 你现在还顾不上 先杀对方 你得先飞个巷再杀他 但是红方这个棋啊 他有一个随时穿江的好棋 不让你归位啊 他退回给你对 那么黑方这个棋啊 正常也只能冲过来了 因为你出老将一对鞠 那就等着数了 这样的话这个棋啊 红方啊 不要去对鞠 否则的话 这个棋霸王就不管你了 冲掉之后 那换了之后军事 这个棋关键的招法 那就是要选择去吃对方 因为对方吃的话 看着这个马手工啊 他有一个点江 下去之后再穿江啊 把这个鞠给他换掉 你待会换掉之后 这个马一逃就行了 鞠马肯定要战胜巨足的 所以说这东西啊 相当复杂 那么红方可以精妙地解杀还杀 但是临场的话 他没想到呀 看着对方啊 这边有杀招 所以的话这个棋 红方没敢这么走 雪云川还是选择吃掉啊 求问 问扎问打吧 黑方吃 红方吃 黑方再吃 红方这时候呢 就把香给打了 对方选择香掉 这儿的话一吃抓着炮 黑方呢就补中炮 到这里红方想迎起就很难 因为黑方强行给你换 一踩就喝起 所以想迎起就得要过个事 那么黑方飞向 可以说是一个还手 这个时候他可以选择炮退一步 将来脱身就行了 或者助三金啊 红方如果跟着他 黑方就可以过足 你不管的话 人家足过来了 吃你兵 你吃的话他一打 那你再冲的话 他可以下底线啊 杀你中相 这儿的话不能杀 因为你杀中相 一踩就要丢子 所以逃 经过这么一个利用啊 把对方去掉回来 到这儿的话 这个鞋啊 你现在没有办法呀 如果你不走 就把你吃掉 那你赢不到 你要想赢啊 就得往下冲 他可以呢补中炮 将来红方就是掉一浆 退回守住河口 不让黑方过足 黑方品居的话 就是点进来 将来吃马 吃兵啊 这些手段 所以到这儿的话 黑方其实啊 又反起 红方虽然说多了个相 但是黑方这些是 能够抗衡 但临场的话 黑方这个鞋啊 他没走到炮五推一 他选择飞向啊 结果被人家退居啊 迁住了 这就麻烦了 你这一退 他又给你迁住了 那黑方没起走啊 他就去市 红方的话 他也吃个市啊 这儿的话 你是嫌弃 他是幼敌啊 引你过来 再落实把你抓死 所以地方呢 他肯定不上当啊 选择招法是补市 红方这儿啊 挂市 黑方出来之后 红方决定上马 黑方现在没法脱身 红方这个鞋 他就回马 准备把对方炮抓死 所以由不得黑方啊 不送一个足过来 这儿如果说 你再踩着看住了 那肯定得向掉 然后呢 黑方呀 终于脱身了 现在红方就落个相 不管你 黑方这个鞋 他选择落相 准备炮退回去 到这儿红方上马 就踩着鞠 吃着炮 不让你脱身 到这儿 他为了退回去 只能够是先点一将 然后呢 落实 这个炮 好不容易退回去了 那么红方落实 黑方退居 回来吃马 红方只管上 到这儿 黑方他退一步 希望你去换 换了之后 他抢占你兵线 那红方肯定不愿意这么走 他就上马踩鞠了 对方就抓 这边先来一将 黑方是出老将啊 牵住红方鞠 不让离开中路 这个兵还过不去 单马的话 他除了换炮 其他也没骑 但是红方就是不惯 点进去 到这儿的话 随时可以吃足 黑方先升起来 交给去保住 红方再退回 避免对方点进来 到这儿 黑方是扣住他 红方就去五平八 黑方又加中炮 红方就出来了 那对方这个骑点了一将 这儿的话就过来 然后他过来吃马 现在红方底线先穿了一将 对方也就上 然后这个骑上马 准备随时将军啊 你一旦一退局 他不足有才了 连销带打 这个骑他是多兵欺负你 没有办法 黑方到这儿甩开 试图呢去打一个兵 双方对杀 红方这边先退回一将再说 那么你一退 他这边一吃 黑方也是顽强打出来 红方就三兵过河 找机会把这个阻再抓死 一旦是军马双兵啊 对方这个骑缺项 将位不稳 那等着说 现在这个骑啊 这个阻太关键了 黑方走的是掌军啊 就希望先把对方兵打掉 那么此时红方呀 飞向啊 这儿骑走得精妙 他这边来了个杀招 所以这个骑 黑方手里难以兼顾 你要防守就等着说 那么你要抢兵的话 这边防守就要出问题 黑方认为我可以呢 直视啊 准备归位 到这儿的话 这个骑红方想创围局还不敢 因为这边黑方给他射了一记 你敢回来杀我就底线闷杀你 所以红方还得兼顾底线的问题 他选择招法是直视 那接下来黑方顺势一将 红方的话进行了一个飞向 黑方这个骑走的是金老将 逃开了这个骑马冷剑啊 此时红方啊 横扫千军 就把相给破了 到这儿这个骑啊 就骑马兵就够赢了 黑方这个骑他退回啊 就想去驱赶对方一下 这边有一个骗招啊 就是你一个马一走呀 他过来打骑啊 你拱骑他一将把你吃掉 红方发现这个意图之后呀 马上上去采骑 你要是敢打骑 他直接给你换啊 换还破你事 将来的话这个骑你受不了 那么临场的话 黑方呀决定就先闪开吧 到这儿以后呢 继续贯彻啊 大骑将军抽兵的计划 红方这个骑他是退居一将 那么这儿就下去了 然后又点一将啊 又上来了 到这儿循环了几下 可以看出时间非常紧张啊 最终的话这个骑 红方是走了一步出来 就不让你利用啊 那黑方仍然是要打 他还是要将军啊 抽你 红方怎么办呢 他这个骑选择一个平居 抓适就不要了 黑方一看机会难得赶你吃吧 红方到这儿呀 走着又退僵 对方也就下去了 然后再把试一吃 继续追杀 那正常他是要落势的 但是你一落势 他可能又谁会把你拉住了 所以这个骑啊 将来这马一波潮还受不了 临场的话他决定啊 平居看住算了 你要吃我将来可以退回去啊 此时的话他想将来用炮 把对方这个冰消掉 那红方居住平五 中间先拍一讲 试看英手 看你怎么走吧 对方如果落势啊 那将来红方那句 可能先过来吃炮了 你就退不回去了 所以他就先出来 到这儿的话 红方是飞了个像啊 就叫其天王盖利虎呀 就是不让你退回去 黑方平炮 还想这个通过打局啊 过来抢兵 红方顺势以退为进啊 抓了一波炮 对方到这儿就认输了 这期如果你要退回 他现在有一个金老衰 随时跳马一将杀你 你根本顾不上去走炮 否则一将啊 上来之后回马一将 无论进来还是下去 跳马一将不举仇的 这儿的话 你能走就退一步啊 对方如果将就平炮反将 顽强夺战 但是红方这时候给底线穿将 上来之后吧 你跟住 对方的话 你将也将不了啊 那就看住吧 底线穿将利用啊 红方补格式吧 真心走好就行了 你将我腿落实 没有用啊 点锯的话 他有一个回马 将来你想骗对方吃个事 偷杀 但是人家这里可以落相啊 不管你 你将来如果再出去看事 一将我炮就丑了 所以这个心只能不炮 挪一步吧 不丢子 然后这个鸡啊 他就点江 到这儿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你怎么走啊 上来的话跳一江 海洛月沙 所以这个鸡你只能下去 那你下去之后呢 踩市也可以吃炮啊 但是比较慢 最快的招法就是跳一江 如果你打锯没了 你不打的话出这边芭蕉马 你只能往这边出 五方简明一吃炮就行了 这儿你一吃跳马一江 被你踩掉了啊 那你不吃的话 竟然还破市啊 你在看的话也是等着输 所以在这儿的话 这个鸡啊 徐天空一看 大事也去认了 这盘鸡啊 徐云川获胜